阿们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 愿各位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看耶和华所要行的事吧 愿今天这一天也通过礼拜 你们不要指定别的 而是要指定耶稣就是基督 唯独指定这一点 在一周的现场当中 确认神所赐给的应允 永远的民主院各位享受这珍贵的时刻 今年这一年我们一起整体要去看的信息 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了 那就是应允25的证人 应允25的祝福 这说的是神的时间表 也是属神的 神要赐给我们这些部分 实际上世上的人是无法知晓的这一部分 但是在圣经当中 确实最重要的本论 就是应允25是神的时间表 是属神的 特别是今年这一年当中 我们如果也要持定的神的时间表 那就是向着绝对不可能的现场当中 因着基督之名绝对可能去挑战 而且属神的是无限的宝座祝福 拿了这个力量 我和各位要在这个时代当中 祖南栽阳 享受这个祝福 正如此 我们所走的道路 就是世界福音化的旅程 这一事实 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要去找到 也要去享受 就是珍贵的 应允25的祝福 那么为了享受这个应允25的祝福 有最重要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确认本质 享受本质 这就是应允25的开始 而且这一年当中 2023年的开始 各位每一天瞬间瞬间 又要去确认 又去再确认的 要去拿着这个前行的部分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是否在 拿着本质 做着信仰生活 都要确认这一点 如若不此 你们可能认为 自己很努力地 做着信仰生活 但是呢 岁月流转 时间飞逝 你们就会发现 你们丢失了本质 虽然热心地 做着信仰生活 但是在最后的时候 会发现 结果变为失败的人生 在座的 也有Ramit一起听礼拜 Ramit你们也一定要恢复的部分 那就是本质 拿着这个本质 而来的力量 你们去学习 拿着这里面来的力量 要去具备你们的专门性 韩国教会 为什么社会教会都在说很困难呢 实际上 因为抓住了可有可无的部分 就是说 必须需要的 绝对性的这个部分 要抓住这个部分才行 但是却抓住了别的 所以教会越来越面临危机 而且现在世界教会不仅是危机 韩国教会也好 现在全部都是在倒闭的状态 所以我们真的要恢复本质 每一天我们要进入 本质的祝福当中 要去确认这一事实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今年才能够看耶和华神所行的事 耶和华神所行的事 这个本身就是应允25 就是神的时间表 就是属神的 我们的人生 这一次的信仰生活 我们真的 如果为做或不做都没有关系的事情 现在生命的话 这是愚蠢的对吧 或者说不是必须的 可有口无的 但是为此我们却献上全部的人生 这也是非常悲惨的人生 这一天我们为了享受一女25的祝福 由我们必须要恢复的本质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能够成为恢复本质的祝福时刻 那么首先本论第一点 为了确认本质之前 为了恢复这个本质 我们首先本论第一点要看到的是 要知道的就是 非本质是什么 分明一点的就是 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虽然很努力很热心的去做 但是如果拿着非本质的东西去做 信仰生活的话 再一次给你们说明 我们一定要抓住本该抓住的部分 但是可有可无的这个部分 你抓住去做信仰生活的话 瞬间瞬间你们怎么会 就会被撒旦欺骗 然后结果就成为撒旦的附属国 成为这样悲惨的人生 今天本文内容是我非常清楚的话语 耶稣对门徒提问说 这个提问的场所就是 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 耶稣在那里对门徒提问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你没有说我是谁 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问 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区 其实就是政治完全混搅的 一个地区一个城市 桑塔和佩洛克普尔克 就是桑塔和佩洛克普尔克 两个地方合在一起 叫的这个名字叫做桑塔普尔克普尔克 在俄罗斯的一个城市 它这个本来的名字就是 列宁 是为了纪念列宁的死亡 然后把这个城市改造列宁 但是现在又把它改名字 叫做桑塔普尔克克斯 这个也是说什么呢 就是拿着人的名字 取这个地方的名字 就是有一个含义 有一个目的 正如此 今天我们看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区 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做凯撒 当时凯撒是罗马的皇帝 犹大的总督就是西律 西律的弟弟就是菲利比 凯撒利亚菲利比 凯撒利亚菲利比 他为了在王面前被王夸 所以把自己的城市名字 选择了用王的名字来取城市的名字 总督西律的弟弟叫菲利比 菲利比就是把这个城市变得更加华丽 要献给凯撒王 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区 其实有很多的异教徒 他们是败鬼的一个有名的场所 而且朝拜皇帝的这个思想 是完全充满了一个地区 就是凯撒利亚菲利比 一句话说就是 败鬼的所有的异教徒 他们败神的这个场所 就是这个地区 在这样的地区 耶稣对门徒提问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当然这里面应该有两个含义 首先第一个含义就是 在这个充满鬼神的 凯撒利亚菲利比地区 我跟他们这些人 所想的鬼神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为了教导门徒这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你们现在为什么 成为了凯撒这个皇帝的附属国呢 你们要知道这一点 你们为什么成为罗马的附属国 被罗马支配 过自己的人生呢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神所拣选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 因着神的祝福 神要去让他们征服全世界 但是他们却为什么成为 罗马的附属国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丢失了本质 以色列百姓 持定非本质的部分过了人生 结果成为罗马的附属国 过着自己的悲惨人生 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世上过人生 我们要持定本质才行 非本质的 可有可无的这些 并不是绝对必须的这些部分 本败王的这些东西 如果持定的话 我们结果会怎么样呢 就像以色列百姓 成为罗马的附属国一样 我们的这个时代 神呼召我们 我们就会在这个世上成为 撒旦的附属国 过着悲惨的人生 为什么这样会变得困难呢 为什么这世上越来越困难 越艰难呢 这个不是别的理由 而是成为了凶恶撒旦的附属国 所以世上变得困难 越来越艰难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 所以耶稣对门徒提问 人说人是谁 这个时候有人们的回答 就是十四节的内容 有的人说是施洗约翰 有的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的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Senderly的一位 全部事实说的就是 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本质 说的全部都是 非本质性的部分 过着信仰生活 全部都是他们这样的信仰告白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通过圣经 我可以知道 他是在旷野当中 呼喊的人 在旷野当中呼喊的人 大部分的人 做信仰生活 就是不抓住本质 反而跟随人的声音过生活 跟随人的声音过信仰生活 跟随人的声音 人的声音什么 就是一个大喊大叫 就是听着人的言语声音 这样过着信仰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是这样过信仰生活 但是不可以这样 我们应该抓住神的绝对 允许过信仰生活才可以 你们这么珍贵的人生 听人的声音 左右摇摆 受影响的 这个本身就是愚蠢的 真的 神赐给我们的本质基督 我们要持着神的话语 在这里面 过信仰生活 胜利用主的名 祝愿各位 但是很多的时候 看人们动摇的原因 就是别人这么说 那个人那么说 听别人这么说 然后心里动摇 就会这样做信仰生活 一句话另外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舆论性的信仰 舆论性的信仰 然后他们结果说 要有对策 我们要再次回到埃及 结果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因为听舆论 所以动摇 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结果 本来不该受苦的旷野 但是他们却受苦在旷野 40年 民数记16章当中 指导者摩西 他们向摩西对抗 有两个支派 一起跟他对抗了 就是250人 结果神怎么样呢 让地分裂死在这里面 这也是因为他们听舆论 所以跟摩西对决 我们非常清楚的 使徒寻传27章当中 神树立神的指导者保罗 应该听保罗的话才对 但是却无视神的话 跟随舆论开始 所以来的结果 他们的后来就是遇到了 有罗格拉的狂风 我们可以通过圣经明白这一点 我们的信仰 本质就是要跟随神的话语 我们不该听人的话左右摇摆 你们的人生是如此重要的人生 对吧 我们怎么可以听这个话 听那个话 然后把我们的心对他们抢走 然后把这个怀抱在心 这个不是信仰人啊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 人们在做着这样的信仰生活 不仅如此 以利亚 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在加密山 与这些拜巴黎神的850名假先知 做了属灵征战 胜利的人士就是以利亚 因着向神祷告 把火从天上带到地上 行起了非常重要的能力 行能力的以利亚 但是以利亚的生活 结果是本质吗 不是的 我们跟随能力 跟随奇迹 跟随神迹 这个全部都是非本质的 当然指定耶稣基督应许的时候 会显出能力 也会显出奇迹 但是这个本身并不是本质 显出能力 显出神迹 显出奇迹 被鬼附的人 他们也能够行起来这些 所以这不是本质 能力并不是本质 在最后的时代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分明预言 耶稣告诉我们 在最后的时代 会吸取很多的能力 很多的人会被此而迷惑 愿各位不要跟随能力 要跟随话语 跟随基督用主的名 祝愿各位 那么耶利米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是做奉献 献身 博爱 救助运动的人 某一方面来说 博爱 救助 捐集 当然 这一部分很需要 如果我们是这个地区的教会 我们需要做这样的部分 对这一部分 在这个地区做 但是不是让不做 但是要知道 这不是本质 当然拥有福音的人 我们要看这个地区 要帮助困难的人 这是当然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却不是本质 但是很多的人攻击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教会也会应该受到这种攻击 只说自己的教会 然后是地区 不关照地区困难的人士 当然被这种攻击也是对的 某一方面 宗教其他的团体 比基督教他们 做更多善良的事情 去救助 去献身 做奉献 宗教人士也会做这些事情 这不是本质 要明白这一点 但是这不是本质的部分 反而圣徒陷入混乱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还有说 先知里面的一位 先知说的是什么呢 道德性 伦理性 正确 正直 善良 要完全正直活着的人 这就是宗教人生的特征 所有的宗教 宗教都在说要正直地活着 这是宗教人士拥有的一个特征 但是伦理性 道德性 很好 也应该这么做 但是你们认为伦理道德的这些部分 其实 每个时代都不一样 每个状况都不一样 每个国家也都不一样 但是 我们把这个当我们的本质 成为我们的基准的话 这个不是信仰生活 当然我们应该道德性的去做 当然我们应该伦理性的去做 甚至于 说 这是 福音的果实 也说这样的部分 当然你在福音当中 混结出这些果实 如果说不知道福音 却伦理性 道德性的做的话 这实际上就是你在 分本质性当中 我们看一下犹太人 他们为了守安息日 他们做了几百个这样的部分 该做的不该做的 为了正确的能够守安息日 做了几百个这样的条例规章 他们就甚至于非常彻底的守这些 六百多个程度 他们要怎么样去实践这个部分 他们做了这六百多个这样的 非常道德性 但是这确实他们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人 他们是与福音毫无相关的人 我们当然应该伦理性 道德性的去做 但是这不是本质 你要明白这一事实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我们教会 道德伦理 我们不是不强调 所以不做 而是 还有世上说的这些 救助 不爱 神秘 伦理 我们当然不是不强调 我们教会应该是做什么呢 我们是做传道运动的教会 我们是做基督运动的教会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怀抱在心 成为你的中心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对于非本质性的部分 把我们的心给抢走 所以一不小心 我们就会有混乱 看世上的人过人生 还有这些普通的宗教人士 他们过得这么青年的生活 我们一不小心 就甚至于我们的信仰都会动摇 哪怕你们再怎么想正直地 活着或者需要正确地 显出什么能力 或者做博爱运动 但是这不是本质 我们不是做博爱运动的教会 我们也不是做救助运动的教会 我们不是做能力神秘主义的教会 我们是做基督运动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拿着各样的活动 让圣徒怎么样 他们是在各样的苦恼当中说 想要圣徒在基督里面 去享受丰盛的生活 也做各样的活动 其实很重要 牧师有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 是建议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让圣徒能够在福音当中 在基督当中能够享受基督的丰盛 这个也很好对的 但是如果错失基督福音 陷入这些活动当中会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圣徒会变得很疲惫的 圣徒因为这些各样的活动 陷入这些行为当中 不仅会疲惫 反而会跟着这些前行的时候 就变得模糊不清 甚至于最后对于教会的信赖 也会消失 因为教会总拿着世上的 这些各样的活动 在教会里面去进行 为了让教会复兴 开发各样的一个活动庆典 这些来到教会当中 然后在守着这个部分 在教会里面去进行的时候 圣徒就会变得疲惫 然后圣徒甚至于对教会的信赖 也会倒塌 为什么呢 因为活动就只是结束在活动上面 圣经学习 哪有像韩国教会 学习圣经的内容 但是因为这个学习圣经 错失了本质 所以学习圣经怎么样呢 就是只是为了积累圣经性的知识而已 这个要成为生命 要成为能力才行 难道这个能力要改变着世界 拥有这个力量才可以 反而不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因为错失生命 错失福音本质的这些圣经学习 结果是什么呢 圣徒们结果只充满了圣经的知识 但是却不能兴起生命运动 与传道运动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去现场 拜托我 说要在里面做马克龙 我就去这个现场 然后这些人 他们聚在一起 是为了想要努力的做信仰生活 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员 就是认为自己都是精英 他们一起聚在一起 要学习圣经 我就跟他们讲 关于英许的话语的时候 然后聚了一两次的时候 他们对我提问 然后让我很吃惊的提问 就有这样的部分 就想这些人果然 他们真的是有信仰生活的人吗 他们对于英许的基本 根本都不知道 做的提问 就如同小孩子做的提问一样 最重要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 如果错失的话 就会这样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触 他们有知识 他们也很渴慕 他们自己想要聚在一起 说要学习圣经 但是 不以生命为中心 学习圣经的时候 只是单纯的知识积累 没有办法成为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就是这样的 我们教会呢 不是做什么活动的教会 也不是单纯的 拿着圣经 现在这个某些知识 去学习圣经的教会 我们教会 是做圣经性的 马可楼传道运动的教会 这是活动之中 最重要的活动 这是圣经学习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 通过这里面学习 福音能够改变地区 我们是要做圣经性的 传道运动 这个教会 是兴起 平行出传道运动的教会 你们一定不要错失 我们是做这样的 马可楼教会 如果不然的话 我们自己也是 一不小心好像努力地做了信仰生活 但是全部陷入非本质性的里面 虽然恶性地做了信仰生活 但是看后代的结果 这个人生就是在苦难与痛苦当中 一句话说的话 就是陷入悲惨里面 真的要脱离非本质性的部分 要脱离 要脱开这些分本质性的 真的 神预备的 二十五应允 神要为我们开路 让我们去享受这祝福 为了享受这个祝福 我们要怎么样呢 要错失 要丢弃这些非本质的 要持续真正本质的部分 那么本论第二点 本质性的是什么呢 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本质 拿着神的话语叫做应许 唯有神的话语是真理 唯有神的话语是绝对的 唯有神的话语是根本的 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本质中的本质 如果错失这一点就会死 非本质性的东西 做或不做都没有关系 如果需要就做 不需要的话 不做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非本质性的 但是呢 唯有神的话语 如果错失的话 就会彷徨 如果错失的话 神的话语 就会让我们陷入人死亡状况 拥有神的形象的我和各位 神赐给我们神的话语 当我们在神话语当中 我们就能够享受伊甸园的祝福 神是这样祝福我们的 这个话语是什么呢 就是不可吃分别上耳上的果子 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这是神赐给的话语 为了上秀伊甸园的祝福 为了在神永远的祝福关系当中 所赐给我们的话语 就是不可吃分别上耳上的果子 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首先赐给了话语 但是呢 拥有神形象 属神的人 本能应该听神的话语 这是当然的 但是却不听神的话语 听撒旦的话 这就是所有人类问题 痛苦的开始 正是如此 我们错失话语的话 人生就会彷徨 错失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就会面临死亡 所以 话语能够领导我 这就是一切 耶利米书33章1到3节的话语 耶和华再次向耶利米显现 本事观在牢房当中的耶利米 神向他显明 耶和华的话再次领导他 属神的人 就是这样的 应该要以神的话语过人生 本质中的本质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走旷野路上的 以色列百姓 神赐给他们 生命节八章三节的话语是什么呢 走旷野路上的神 带他们的 说什么 你们不是靠秉而活 而是靠耶和华 神嘴里面所说的话 过人生的 是不是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们在一天的生活当中 在一周的生活当中 在一年的生活开始当中 完全能够胜利的开始 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想法 怀抱在我的心里 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想法 神的话语 神的想法 怀抱在我的心里面 开始我的一天 如果没有这样 过人生的时候 圣徒大多数都是这样 随过一天生活都是后悔 结果发生很多的问题 事件被欺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没有怀抱 神的想法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们立刻要在 开启一天的时候当中 要以神的话语 神的想法 开启你的一天 不要随便 开启你的一天过人生 一周神 为什么许可 我们主日礼拜呢 是为了让你们 把神的话语 怀抱在心里面 过你一周的生活 然后在现场当中 要去看神的话语 怎么样去实践 再实现呢 所以神让你们 在主日的时候 赐给话语 让你们看 这一周的成就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按话语 去实践也没有关系 但是 灵道的话语 谁去成就呢 神去成就 真一如此 成就这些的耶和华 建造又去 应允的耶和华 他就会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你求求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的 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你 神的话语要 临到我们里面 才可以 所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所谓以来 就是被话语带领 这是完全胜利的开始 愿各位能够相信 本质中的本质 就是话语 真理中的真理 就是话语 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当中 我们话语当中的核心 是什么呢 要知道这一点 这话语当中 核心部分说的什么呢 不是别的 就是 耶稣是基督 为什么地球村 科学如此发展 人们生活如此便利 这么样飞速的发展 但是痛苦却不断地有呢 个人也好 家庭也好 事业也好 为什么会发生 不愿意 预测不到的 诅咒灾央呢 无论是谁 都不愿意过 这不幸的生活 不愿意过 这灾央的人生 但是 某一天 某也不知不觉 发生的这些灾央 为什么会发生啊 这个不是别的理由 因为错失了 耶稣是基督的英雄 所以地球越来 越怎么样 变成精神病毒 完全成为 撒旦的游乐场所 地球越来越在 痛苦诅咒灾阳当中 无法不陷入 或许 啊我信基督 但是为什么 还是有痛苦跟困难呢 这是为了让你 更加进入福音当中 这是神对你的引导 为了让你 更加进入福音当中 为了让你确认 耶稣是基督 为了让你 更加进入这里面 这是神对你的引导 真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的人生 无法不面临各样的痛苦 和问题 但是 神为了解决这一切 给我们派遣了 耶稣作为基督 他解决我们 所有的过去问题 我也不愿意 这也不是我犯的罪 但是却因为原罪 祖上犯的罪 在这个组组 在这个组组 在样当中 勇士之前的那位基督 把这过去的一切 全部都结束了 而且这位基督 为了要救赎我们人类 所以我们的人 因为离开神 来了这一切的问题 为了救赎人类 他以人的样子 来到这世上 就是圣肉身基督 这位基督 为了救赎我们 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圣肉身的基督基督 因为他的死 让我们从罪当中得释放 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基督这个证据 他又复活 复活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意思 当我们以这个名字 祷告的时候 他就会应允给我们 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 是复活的基督 所以你们的未来 不用担心 我们后代的未来 也不用担心 信基督的人 他的将来 会由基督成为 在领主而来 所以我们 不用因为任何一切 害怕担心 问题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审判主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这位基督 把我过去 今天未来 永远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了 他是唯一的那位基督 我们要对此赶紧有结论 要有快点下结论 如果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听这样的 那样的 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 一不小心 我就会动鸟 如果真的耶稣是基督 是我认识 一切问题的解决者的话 有结论的人 把这个叫做门徒 实际上圣经 有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 也有历史 还有关于讲人的部分 但是呢 记录这一切 并不是目的 只是为了记录一点 那是什么呢 耶稣就是基督 我有那一位 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 是我们的救赎主 为了讲这一点 圣经记录了 也有各样的事件 也各样的社会问题 还有关于历史的部分 但是呢 这并不是目的 成为救赎主的基督 唯有那一个名字 神赐给我们的名字 就是基督 所以天下人间 并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我们看有何的追究 所以话也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亚当与夏娃 因为离开神 他们陷入了属灵的死亡状态 撒旦欺骗了最初的人类 亚当夏娃 给了他们七黄的灵 说你会成为神一样 结果就是什么呢 属灵的死亡 但是神并没有置之不灵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要派遣她 我们是死在属灵的死亡状态当中 为了让我们通常脱离出来 给我们开这条路 拿菲利时代 是属灵混乱的时代 希望那撒旦 让人心里面有了虚假的繁荣 有属灵的混乱 在属灵的混乱当中 神甚至于叹息造人在这世上 决定用洪水审判 但是这个审判并不是神的目的 审判所有的人 在洪水当中 神却让罗亚造方中 他们因为在繁荣当中 富有当中却拒绝神 这就是巴比塔 在这个巴比塔时代 虚估了撒旦 让人心里面有假的成功 结果人们为了成功过了日生 但是却建了不得不倒他的巴比塔 神并没有置之不理 在那里神赐给了 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里乌 而去迦南地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里面会有人物 有事件 有历史 但是 不是以这个为基准 而是为了赐给救赎 赐给基督这个名字 就是圣经记录的目的 所以路加福音24章24节的话语 告诉我们说 圣经就是从摩西和先知的书开始了 但是却是记录关于我的 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这所有的圣经都是记录了摩西和先知的部分 但是记录是关于我的部分 约翰福音20章31节的话语 耶稣基督让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这是记录圣经的目的 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位基督 这历史如果错失的话 哪怕是再优秀的王他也是失败 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很多的王 有因许之中的王也有在因许之外的王 但是在因许之外的王 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因着拜偶像 有诅咒灾央痛苦 然后发生战争 所以在世上 因许之外的这些历史 就是战争的历史 为什么呢 因为以许之外的这些历史 全部都是拜偶像 然后因为这一点 后代就陷入战争当中 无法脱离出来 所以以许之外的这些历史 全是战争历史 能够从这里脱离出来的 唯一道路 神赐给我们的就是以许基督 所以耶稣就是基督 是本质中的本质 话语当中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耶稣是基督 讲的这一点 圣经不是讲很多 但是只讲一点 神的方法基督 这位基督要成为各位的主人啊 很多的人虽然过了信仰生活 为什么劳苦重担过人生呢 结果我们的征战就是这一点 要是否是基督成为主人 还是我自己成为主人呢 其实我想要成为主人 我就能够成为主人吗 不是的 我说要我成为主人 但是这个背后是胸的撒旦 所以在这世上过人生 会怎么样呢 劳苦重担过人生 我的想法 我的方法 我的自己努力 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过人生 所以怎么样呢 岁月流转 时间飞逝 只能变得更困难 当基督成为主人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一切会被基督负责 每一天的属灵征战 我是主人 还是基督是主人 愿够我在属灵征战 能够胜利 因为我的一切是从主而来 所以我把一切献给主 愿主来主管我 愿我们能够做这样的告白 当基督成为主人的时候 基督就会统治我 我所有的一切生死或福 在神的主管当中引导当中 直到永远神会引导我们 这就是基督成为主人的人 过的生活特征 当基督成为主人的时候 圣灵与我同在 而且会引导我 在这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圣灵在这里面 引导我 充满我 这就叫以马内力 这是说的什么 后面有宝座的背景 拥有这个宝座背景的我和各位 拿着这个祝福 我们那个超越时空的能力 能够走到二三七的祝福 写明出来 真的圣经只说一点就是基督 我们所有的过去 今天 未来 永远 就是耶稣是基督 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耶稣基督 我们指定这一点 因着他成为你们主人的时候 你们所有的一切 就会迷到二十五的印度 因着基督会成就 基督宝座的祝福 超越时空的能力 救护二三七的这一切祝福 用者能够祝愿我各位 能够享受救活世界 成为享受世界福音化的祝福 我们真正要告白的就是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神最喜爱的告白 随着问题 状况世界当中 即使如此 我们也告白耶稣是基督 神在听着这一个告白 撒旦就会被击溃 我们要持续本质的本质是什么呢 二十五 应允的本质 我们每天要去确认 在我们的脚步当中 神会赐给这一切 所以愿今年 二十五 应允 算了这一点前行 为了看耶和华所行的事 我们最重要的本质 就是耶稣是基督 持定这一应许 愿各位享受胜利 祝福的应允 用主的名 祝愿各位 话里的总结 我们真的要恢复 基督的名字 教会现在不说基督的名字 昨天 周六核心 礼拜当中 讲到这个内容 在我们教会的聊天室当中 也有这个影像 你们看了吗 就是美国 为什么现在在这样的 一个状况当中 本来是 清教徒开始的 我觉得但是 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在美国的话 如果有总统上任的时候 总统会把手 按在圣经上面 要去宣誓 然后有牧师 会为总统助导 但是祷告的时候 不可以让牧师 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去祷告 我看了这个 他们就是在 就是有这样的 如果说 学院开始的时候 也会邀请牧师过来 去做助导 在美国 有一个做事 奉的韩国牧师 被邀请去做祷告 但他祷告的时候 心里面有这个矛盾的部分 他说 用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了之后 但是很多人给他发邮件 说让人心里太痛快了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但是却会被夸 现在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 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不让你们说 耶稣基督的意思 那么这个到底是谁的计量呢 是谁在引导呢 就是撒旦的作为 因为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真的应该要恢复 基督的名字 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解决者 唯一的名字就是基督的名字 为我们和他教会 能够恢复成为这样的教会 能够遇到神的道路 就是基督的道路 我们人生能够从变异当地 脱离出来的唯一道路 就是基督的道路 因着罪而来的诅咒灾一样 能够解决的方法 只有基督的这个道路 这世上唯有唯一的一个盼望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庭 能够唯一活下来的道路 就是在这个时代 应该恢复基督的教会 我们个人也要恢复基督 正因如此 宝座的主就会做功 以超越称的能力 向我们做功 能够救护这个地区 救护这个民族 救护世界 就能够享受这些珍贵的英语兴起 恢复基督这个本质的名字 这里面就是生命 这里面有一切 如果错失这一点 所有理解都会错失 各位一定要铭记这一点 所以每一天 我们要进入基督这个名字当中 更加要进入这里面 不是说我基督的基督 什么都知道 真的在基督这个名字当中 我们更加要深层地进入 愿各位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的名字就是一切 再次说明 福音就是一切 今天本文内容 这里面 十七节 十八节 十九节 就有告白的时候 应允 我们首先看一下 彼得告白的时候 耶稣在说什么呢 你在地上捆绑的时候 我在天上要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 我在天上也要释放 然后说什么 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世上过人生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神的能力 所以你在地上捆绑的时候 天上就要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的时候 天上就要释放 要拿着神的能力 过人生 神会这么祝福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过人生 真的需要神的能力 对吧 能够想到这个能力的道路 就是基督 能够得 祷告应允的 就是基督这个名字 而且说要赐给我们 祷告应允天国的祝福 这就是我们会受胜利引导 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有最完美的胜利 就是受圣灵的引导 受圣灵引导就是完全的 如果不受圣灵的引导 我们自己热心努力地做 但是会怎么样呢 不可能成就 到后来还会被骗 只要稍微地受圣灵 引导的时候 好像是慢了 但是稍微地受圣灵引导的时候 我们会有完美的一切 在我们的脚步当中写明出来 所以我们应该基督的名字 我们说要赐给我们天国的钥匙 十八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世上的祖宙灾业 地狱的全世 实际完全掌控着 世上所有的人 但是告白基督的人 引起来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十七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在你信仰告白之上 不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上面 神要把神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在这基督之上 我们在这基督之上 我们会被神引导成为坚固的磐石 当然这一点说的也对 我们还要看到一点说什么 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 就是说在传达福音的这个位置上 神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主要通过我传达福音 神要祝福我在这样的位置上 我们要受这个祝福才可以 愿者祝福的应允开始 就是当我们恢复本质基督的时候 就有这样祝福的开始 当我们恢复本质基督的时候 今年这一年 我们就必定会看耶和华神所行的事 当我们执行基督这个本质的时候 应允25 神的时间表 属神的这一切祝福 我们就能够享受 真的我们的教会不要做别的 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都是好的 没有基督 是我一切问题的解决者 我们在告白这一点 愿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 能够成为救国时代的人 用主的命祝愿各位 现在解决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主耶稣的恩典 神无法言语的大爱 圣灵的做工 将您在享受应允25 哈拿教会所有的门徒头上 愿他们在这人生世上能够胜利 还有这些百姓的头上 家庭产业与子女 所有的宣教地 地教会 线上做礼拜的一切线上 和我们教会之上 从今世到永远 常常存在 阿们